这是一间坐落在御郎Safra的SPA养神馆 它占地6500平方英尺 空间十分宽敞 让人一踏入这里 就有一种远离尘销 来到另一个国度的感觉 因为整个空间布置 视野非洲云野为主题 一间间纯白的帐篷 也让人感觉格外的舒畅 哇 这里的房间设计好特别哦 全部都做成一个一个的白色帐篷 因为他们要营造那种非洲部落 一种很接近大自然的眼外感觉 还有这些暖色灯光 加上独具特色的非洲音乐 人一到这里感觉非常的舒服和自在 来到这里就是要放松心情 好好地去享受那种非洲的SPA体验 去试一下吧 好 这个洋域非洲风情的SPA养神馆 被有一系列不同的疗程 让人可以放松灵魂 舒畅情绪 惠平 通常呢我们会先做一做足疗 接下来再做一些按摩和美容的疗程 是的 我今天选择了先用传统草药来泡脚 我呢今天想试一试海盐泡脚的滋味 我们还可以一边泡脚一边享用这杯特制的姜茶 嗯 很香很好喝 不但可以帮助去风还可以热血活络 其实泡脚的作用是要将脚汁和死皮全都清除掉 然后就可以进行三十分钟的脚底按摩 让人可以消除疲劳 放松心情 以及促进血液的循环 而做完足疗之后 就可以开始进行排毒疗程和全身按摩了 我很喜欢这咖啡全身排毒疗法 因为它是选用纯正的阿拉比卡咖啡豆 来磨成粉状的磨砂膏 所以整个过程都能够闻到咖啡的芳香味 让人身心都达到舒畅的效果 我今天做的这个香浆疗法 可以帮助血液循环 也可以聚掉身上的寒气和湿气 由于它是先把姜汁给温热 所以在做的时候 还可以闻到淡淡的香浆味 而身体也会有那种微辣微热的感觉 而护理师们娴熟的手法 也让两位主持人的心情完全放松 还有疲劳感也都当然无存了 慧萍 我听说这里还有多一种疗法 是以前长蛙公主 在结婚之前一定要做的 没错 因为她使用的是纯天然的食材 黄姜 檀香 白米奶粉 柠檬片 乳酪 混合在一起 涂在身上 从颈部按摩到脚部 再慢慢地按回颈部 这些食材呢 有去除脚脂很美白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消除疲劳 让那些快要结婚的女人 更加荣光焕发 是的 当然还有一种 就是古时代呢 中国的皇后和妃子 非常喜欢用的 玉石疗法 这个疗法呢 让肌肤呢 恢复弹性更有光泽 哇 冰冰凉凉的感觉 因为呢 在哪个顾客之前 已经先浸过冷水了 还有这只小支的呢 是来按摩眼睛部位的 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绕一圈 养慧 做了spa之后呢 就可以到这个休闲角落 慢慢地享用这碗养生甜汤 我要喝的是雪梨甜汤 还有养颜润肺的效果 我的呢 是红枣银耳汤 喝了之后呢 能够养颜美容 让皮肤更有弹性哦 嗯 说真的 今天来做这个spa 感觉到是很舒服 我现在全身的肌肉 都没有那么紧张了 最重要的是呢 能够帮助我们 放松心情啊 然后缩减压力 我们改次再相遇到这里来吧 好啊 有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